这个内容 那么RB的它的转移途径呢 和我们其他的肿瘤不太一样 和我们其他的 比如说像石金母细胞瘤啊 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零八瘤 二种肿瘤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的转移呢 可能各位专家都很清楚 它主要是一个情内扩散 还有原原石神经的 原石神经的转移 实际上它发生原重转移 比如说骨髓骨盒转移率 还是相当相当低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 那么就是临床诊断 这个我们在做一个孩子的临床诊断 完整的诊断的应该 应该就包括了它的单胸眼 和它的一个具体的分期 那么如果是一个RB的孩子 它已经是一个眼外期的话呢 就在出院诊断的时候 出院诊断的话呢 叫做是往梦骨细胞里的眼外期 全身转移期的话 大概是具体到就是 建议区提到骨髓或者是骨髓或者是骨髓 或者是骨髓或者是逐渎整理系统 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 那么是系统化疗呢 也就是全身化疗 我们主要均持的是清脉化疗 那么主要是它是它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眼泥器之类的 那么还有呢眼斋后的一个预传化疗 还有就是眼泥器 还有一个全身转移器 它的化疗呢主要是控制病情 为其他的比如说局部治疗 和其他的治疗 比如说自己翻新细胞移植 要创造进行 那么除了化疗以外 我们肿肉内科的主要任务 也就是我个人主要是做 实体整容的不保护白绿病和领化疗 那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把它给诊断清除了 然后呢把它给全身检查呢 行为了全身的那个 做全身的检查 确定领初分析之后 根据它的就是相关的检查呢 除了确定胸床分析 应该还要确定它的危险度 这个孩子是不是眼泥器 那目前呢是不是存在一些高危因素 那么从而呢就是分层治疗 所谓分层治疗呢 那么在内科呢主要是说 普通化疗强度 采取普通化疗强度 来进行治疗 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那么这个肿肉内科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针对视网膜肌膏流呢 它主要是要 还是有一个长期的随访很重要 那么随访关注一些孩子的生存质量 也是肿肉内科的主要任务 最初呢 最初的这刚才呢 就是说为了完成了我们的领床检查之后呢 还要在化疗 做化疗前的评估 最必须要做的 可能是要用雪橙围 雪橙化 以及机关清除率 对于卡博这个用药也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经典医生前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 这一群孩子 它的免疫功能 在最初种一岁以下的孩子的免疫功能 是不健全的 那么化疗后呢 它对于免疫呢 也是一个虚伪作用 所以它在它的最初 还有化疗后 它的免疫功能 也需要关注的 我们目前做的叫IGCD系列 那么还有 假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来了时候呢 就明显的头痛 呕吐 以及雪橙与异常的话呢 还是需要做服装和腰汗的检查 另外呢 眼摘又做了病理检查 那在这个病理检查呢 所有的实体肿瘤的病理检查 应该都是数前的 应该是治疗前的 或者化疗前的 如果这个病人呢 化疗了两次 做了眼摘的话 他的病理呢 有可能也会化疗 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像我们的其他的 肿瘤的病人呢 是要从化疗前 或者说如果诊断不轻浮的话 需要就是第二家 医院做病会诊 那我们必须呢 就是诊断轻浮 来指导化疗 所有的病人 在我们肿瘤内科的管理呢 还是就是需要在化疗前的 要向家长们详细的 要交代 他这个孩子是一个 食物病 目前是存在一个 什么样的分期 可能有什么样的危险分速 那最重要的医疗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肝眼 已经到了疫期 应该要告诉家长 这个他的一线的治疗手段 是眼摘 化疗后有可能 就是说让他的眼摘更安全 而不是说能够抗讨厌 那么这个就是要签订 他的叫做化疗的知情同意书 目前的各家医院都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这个呢 是我们在初诊断 保护肌胞瘤的时候呢 就和我们其他的实体流的孩子 也是同意 同样的要签订化疗前的知知协议书 这个化疗呢 就是前面 VEC的这个方案呢 到现在来讲 对人类切的方案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化疗方案是 就是来自于该例的 该例叫医院的2003版的化疗方案 那么针对的就是这个 这个尤其是双眼的 或者是双眼一侧眼摘之后 需要化疗的 另外呢 就是这番眼的 它要是第一期拒绝化疗的 那么这个化疗的剂量呢 是标准的剂量呢 应该是每公斤体重卡 或者是18.6毫克 长律星检核和VP16呢 是它的剂量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如果是六月以下的孩子 体重表示小于五公斤的孩子 那么长律星检呢 我们在其他的实体 有的病内的水平 我们是要减半量 就是0.025毫克 每公斤体重 嗯 我不知道其他的就是医院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是一个标准的治疗顺 就是首先进退成星检 然后呢 适量的水化 第二步是卡博 第三步是理治疗流 就是一个治疗的顺序 那中间要给这个孩子 要给水化 水化的务力呢 主要是减轻卡博的 情理和的和他的神脏流行 我们要求的就是化疗的 间隔是三种 之前呢 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四种 那我们也是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呢 跟盖利教授也一刻商量呢 就是跟所有的实体肿瘤的这个病人 化疗的间隔时期是一致的 就是每三周 实际上呢 我们的经验是三周之后的 小数和中心的细胞数都能够达到上量标准 也就是各是一千 那么在化疗前呢 它的这个身高和体重还是非常重要的 身高呢 是为了计算的叫GFR 计量清楚度 在眼瞻之后呢 这个前面的专家们都已经介绍过 眼瞻之后有些病人是需要化疗的 那么主要是这个是在病理检查 在病理检查之后 如果是存在有这样的底下的这些高音因素的时候 那么这是铁科医生可能对你答得非常清楚的 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学习当中 就是有病理的一个危险因素的 希望是可以标准其量的那个 就是BAC方案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方案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病人因为毕竟是他术后呢 有一个病理的危险因素 因此呢就是建议他在四个要程 因为是标准的标准的话 标准的话标准是六个要程 建议在四个要程 建议在四个要程 间隔三个月的时候 要做一下就是叫做核磁 暗灭与功能等等的评估 让你判断这个孩子的健康有效 是不是已经存在有远处转移的风险 高维的RB 所以前面几位专家包括那个杨 教授也都也都讲过了 那么我们的高维的高维的方案 就是基本上但是大家是就是就是 就是有故事的就双眼的RB是 因为他的化疗是他的一线治疗 他必须要争取要保抑侧眼球 所以双眼的病人在治疗的初期 就化疗的两个要程 这一些方案如果效果不好 或者是他那个效果不好 就治疗当中进展了流灶增大了 或者说他没有反应的这个病人呢 就可是叫做就是生 叫做危险度分组的升级位高维组 另外是有视神经兽类的 还有可以存在有养来期的 比如说影像学可以存在 视神经受到几个犯呢 在他的放量前后免摘前后 然后这下面呢就是这个初学呢 这也是就是不同的有 有一定的共识吧 或者叫做高维组的RB 那么高维组的这个方案呢 这个我们是学习了就是叫做 约旦的一个叫KHCC的 他们的一个比较适用于 大家的一个包维的化疗方案 那就是在VEC方案 除了VEC方案以外 再结合叫VDC方案 VDC的方案呢就是 这个叫VDC呢 V还是成维细碱 D是安维素 C医生的方案 它的这个剂量呢也是一个标准的剂量 都是一天的治疗 基本上我们治疗的就是经验 还是就是还是相对很安全的 那么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我们内科医生呢 主要关注 不管是内科医生 还是眼科医生 一定要关注他的化疗所导致的一些病毒反应 这个就是这 这是常见的化疗药物 不管是哪种抗种的药物 它最常见的就是心肝肾 血液的毒性 那么在我们当 我们现在目前用的不是一种化疗药 是三种化疗药 我希望是有血液痛作用 那么血液痛作用在剂量很大的时候 那除了就是治疗肿毒的同时呢 对于各脏器功能 尤其是血液病情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要加强对症质量 那么常见的毒品呢 就是我们内科呢 有一个诊断叫做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的这个定义呢 就是在化疗后的任何一项 就是中性细胞 血脚板和性能蛋白 有任何一项的低于这个本块的 这个正常质 就叫做骨髓抑制 它是一个血液毒性最直观的一个表现 那其他的毒品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叫做近期的 和亚实性的毒性以外呢 那么远期的呢 我们需要关注 因为它属于一个生长发育期 那么这个需要关注这个坏人的神经的认知的功能 另外呢还需要关注它属于有可能存在一个第二种流 实际上把疗药物引起的第二种流 在我们不管是这个RD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其他的白云病 零达流的还有实体流的第二种流 因为药物引起的发生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就再介绍一下就是成人心碱 成人心碱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一线的抗种的药物 它叫做细胞周期特異性药物 它主要是作用于有私分裂器 那么它这个药物的话 如果是在整理个课用的话呢 都是要选好一个很好的静脉 弄过白神白神之后呢 会引起最之坏死 另外呢 这个孩子如果是剂量过大 有明显的毒性反应 它表现中这个孩子很老 很容易激热 再就是它很容易出现便秘 但个别的孩子还是有出现 那么便秘呢 有严重的孩子会出现肠麻痹 这个是在我们果肉内科会碰到 就是因为除了室女以外呢 我们还有神经母细胞 它是连续用成人心碱的 个别的孩子有肠麻痹的反应 那么在这里呢 要提醒就是各位专家 颜柯医生呢 因为这个孩子呢 就是它的保持大便通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就是要鼓励 这个孩子要多用水 那么它的神经母性 包括实际上肠麻痹 也是神经母性的一种啊 它有一个剂量限制性 可能跟它的剂量有关系 那么如果有一个孩子 发生抽搐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出来一下 叫抗敏力量 进行分离 总和证呢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病性 它主要是一个 稀释性的一个低纳造成的 就是一个水柱如 稀释性低纳造成的一个抽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孩子抽搐了呢 那么它存在于严重的神经病性的话 那下一次它的长育性肌 改喻肯定不能够用 那么当它症状呢 完全改善之后 随后呢 再恢复 实际上长育性点 它的鼓随鼓性就是化疗后 你要是单用这个化疗药物的话 它一周之后 它的鼓性比证是非常非常轻的 我说的是单用 就是单一个推辞成的神经 那么好多的就是专家们都在问 那个长育地心 因为长育性点并没有 能不能长育地心体带 我和金梅呢 我们也经常也会接到电话 就问一下长育地心能不能体带 我们的意见是 这个实际上长育地心和长育性点呢 它的作用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 就是神经毒性呢 比长育性点还要轻一些 但不随毒性要重一些 那么它是这个长家呢 就可能国内都是这个长家 但是一岁以下的孩子呢 就是本身它用量就很低了 它的剂量呢 如果是按照长育性点的话 它已经是长育性点的两倍了 那么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尤其之中特别小的话呢 是不建议的 因为像我们的病人 替代长育性点的呢 都是用长育性点的病人呢 多半是叫急性淋巴细胞白育病 或者是淋巴瘤 它都是很大的孩子 男生复发的病人 不是一个一线的化妖腰 也不是特别小孩子 就是似乎小孩子 还担心它的安全 以及未来的 它的就是刚才说了 它的近期的运行没有远期呢 也可能存在有什么身体认知 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 还是就是目前呢 我们在我们中 单中心没有用过 在北城里重新 在视网织胞瘤的孩子 伊托伯甘 这也是一个治疗 实体肿瘤的一线化疗药物 它也是一个叫做 细胞瘤器特性 它的作用呢 就是细胞瘤器 其实和成细胞瘤是不一样的 它近期主要是一个骨髓瘤器 然后它的远期瘤器呢 据说是有第二种的 但是以上呢 在我印象呢 我动作时间很长了 也没有碰到就是 是那个就是 预途狗干 就VPL6一期的 第二种的发生 也不长了 那么这个这个药物呢 它有一个过敏反应 这个在我们领床上 是能碰到的 但它跟速度 跟静点的速度是有关系 所以建议各位 如果是第一个疗程 就是第一次要治疗 视网的 我们希望有第一个疗程的 VAC方案的话 它的那个 VPL的应该是要慢点 起码是要 要点三四个小时 而且这个呢 也是不能落外生的 如果发生了过敏的话呢 发生了过敏的话呢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 给它先把那个化疗药 暂时停一下 以盐水提感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症状 也可以吃到抗过敏的药 我们的经验是可能 给地下瘦 能够完结它的 需要过敏的症状 那还可以在第一次 还可以想说 因为下面的速度 会有更难的 对 下面的速度 但实际上呢 这个药物 它在生理盐水当中 它有消息不会太常 不可能点二四个 所以点 比如说 缓断的速度的话 那2.5倍的盐水 5毫克 每公斤体重 也就那么多的盐水 你不可能 也十一小时 可能建议呢 再往来 一个六小时 这样子 第一个聊天之后呢 大和女士一下 第二个聊天 它的它的 它的微飙入的 你的困难 就就就 就就 接受了 基本上 就可用了 好 好 有 不好意思 我有个问题 就是没有资料 或者数据支持的 藏人币星 就说对这个RB 这个效果和这个 文芯片 差不多 吗 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资料 没有任何的资料 而且我们坚持 还是用成为新鲜 对 因为我在美国 是因为 外国人 怎么怎么样 他们就建议了 我 成全地形 对 因为国内它存在一个 对 国内现在没有 产生性性的 这个 大家都买了 很轻易 但是在我们中心 家长也得要 拜购 这个药主要是太便宜了 但是在我们这儿呢 还是 如果碰到RB的孩子 我们还是坚持 让家长还是不要拜购 另外呢 我们医院也 不同的阶段也会想到 还是坚持 成为新鲜 这个 卡伯呢 前面的几位专家也都讲过了 就是卡伯呢 它主要是有两个阶性反应嘛 一个是肾银性 一个是耳朵性 另外耳朵性的话呢 可能跟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治疗剂量 月程时间累积量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针对圣灵性来讲呢 那么它主要跟其他的主流是一样的 我们计算它的基干清除率 就根据它的体重嘛 还有它的身高来计算 还有它的血的指导 计算它的那个基干清除率 那么根据基干清除率 我们可以拙心减量 这个是我们也很有经验的 那么基本上呢 如果说它在基线的50%以上 当然可以减半量 如果是50%以下 肯定是要停化了 然后这个耳朵性呢 目前呢也都在做 尤其是的话 这个卡罗的发疗前 一定要做听力的检查 尤其是几个疗生化疗号 那么如果是这个孩子 听力有处在问题的话呢 也得要重新检查 但是我们的联冲工作当中呢 就是对于耳朵性 有些孩子的年龄很小 比如说前一个疗生 刚出现过微道感染 刚出现过咳嗽 那么有可能它出现一个 双耳的听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经过治疗功道感染之后 它是可能力的 耳朵性是可能力的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因 是卡罗尔引起的耳朵性 那么对于高危的病人呢 就是目前的叫VDC方案的 这个就是环林仙 这个环林仙呢 在我们实体流的这个专科呢 用的基本上每个病人都要用 那么环林仙这是一个 它的代谢的模式 它主要的毒性呢 一个是肾骨性 一个是膳胞骨性 那么 那么它呢是 它在体内呢 实际上它进入体内呢 通过代谢之后才能够发挥 它的抗肿瘤作用 那么它的儿童呢 就是大人成人的 像恶性肿瘤 实体肿瘤的话呢 环林仙是也合作的 那么儿童呢 肯定是我们目前的 都是以静脉给药为主 是要进年大于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环林仙呢 刚才看呢 它用过之后 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叫做 膀胱骨性 会引起处理性膀胱骨炎 那么那个北西纳呢 是要健康它的膀胱骨性 它的优量是在环林仙 用单次的剂量 是环林仙剂量的40% 和环林仙一块儿用 那么对于高位的病人的话呢 也一天至少一三次吧 这是可以避免的 我们到现在的 室母的病人 还是没有碰到过处理性肿瘤 最后一个药物呢 就是叫多罔比心 就是叫那个阿梅宋 它也是一个无限的抗击这个药物 它最常见的是一个心脏的毒性 那么这个药物 如果是赖胜的话呢 和肠胃性肿瘤一样 会引起绝绝绝绝坏死 那么建议呢 它有一个中央经脉 就是有一个PICC隐形 有PICC的话 可以点六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是一个脉中经脉的话呢 要点一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化疗前一定要做它的新变图 尤其是超人心动图 心动图呢 提示呢 它的摄取分数 一般的毒性药在正常值 如果是要在小一百分之三十 就得要请心脏内科 心脏内科会诊 看看能不能有阿肥素 多半情况下 我们要是低于三十的话 我们都会暂时停止 另外这个药物呢 因为像视网某种细胞瘤的病人 有些孩子是需要放疗的 那么这个中央比心 它会增加放疗的敏感性 但是如果是与放疗 同时的病人 会加重了放疗所引起的病毒 因此呢 在放疗期间 是不能够阿肥素 看看前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各位还有什么 需要分疗的 需要分疗的 对 因为现在这个 这个儿子的治疗来讲 我们讲的 通通很多是别的治疗 然后我们想知道 什么样的病人 就是说 你需要转换成 环绿腺或者是 很多的这个 多柔理性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 化疗之外 也可能吃到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动脑内内发疗 包括胃体酸出射的 比如说您现在还在 如果你用VHD方案不好的话 您还在继续化疗 我们还是要选择 所以 那就得要看这个孩子 他的情况 刚才我说的 如果是高危的RT 他的第一条 如果这个孩子 在双眼的事物 在他最初的阶段 他一定要希望保护 保护一侧眼球的 那化疗给他来说 持观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意见呢 就是说 如果是他演的疗成之后 他还是没有 有脏没有缩小 为了他要进展 那怎么办 可能这两侧眼 都给他拿掉了 所以这样的话 全身治疗 不是局部治疗加强 全身治疗 应该是按照其他的实体流 也是这样子 就是要更换一下 化疗的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VHDC方案 应该是对于我们不同程度的 这个虚拟的病人 都是有效的 就是你一直用两个VHDC 对 我说的是这是一个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你现在就是这个病人很多 像国内的病人呢 不都是眼泪气的 你可以存在 影像学已经怀疑到 他可以失神经有受累 是吧 那你如果说这两个疗生之后 还是没有明显的问题 或者说你已经怀疑到他高位的话 就可以是直接上高位 VHDC方案一次 VHDC方案一次 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会在短期之内 达到一个很好的 化疗的效果 谢谢 嗯 那 老师您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 天下会到死 我都要是运动 其实前面VHDC感觉非常好 它会出现新发主流的 像这种情况 就是反省VHDC呢 这个可能我们会跟赵五人商量 就像比如说这个 像我现在就是 我一般转 就转成别的方式了 对对对 转成别的方式的话 孙子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首先呢 咱们目标是首先的保命 嗯 如果那要判断这个孩子的全身情况 它是比较安全的 目前它的那个治 它那个局部治疗是有办法的 就是眼科的专家是有办法的 比如说你要采取的是吗 有些孩子还确实 就像前面那个 前面的很多的专家都讲了 它可能局部的全身化疗 毕竟是剂量很小 它要到这个局部的话 浓度很低 那么就可能是叫做 全身治疗基础上 结合局部的化疗 局部的那叫 颜度外的治疗 如果是要是这样的话 如果我觉得应该是也行 但是这个孩子呢 肯定说它全身的情况 它现在没有危险 它不是存在有 远处转移的风险的可能 可能 对 就是如果说它存在这种 包围的转出 它还是连接应患者的风险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的其他的肿瘤的病人 没有说一种化疗方案 一种搞定的 都是说它是 你比如说像神经乳肌膠 就它热性程度很高 或者可能就是 它是交替用的 就是比如说这个方案 用两个疗程之后 我会换一个 换一组方案 然后呢 会有很多的孩子 就对一个 比如说对这个VPC方案 效果不好 而对那个 就是顺博VP16的方案 是效果好的 那么就是下面 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我除了关注主流以外 我们还要关注这个孩子本身 所以这个孩子呢 他的药理一旋去 他存在一个特殊的 比如说我们就一对卡布 我顾应的 那肯定要还要 是吧 我们目前也做了这方面的合作 还有这种事情 比如说我原来用了一些动画 来做的 忽然就这么一个问题 过一段时间 又不发了 您 就是说 其实我也不太理解 那种化妆啊 这时候你再加VAC 他过一段时间停止治疗 很长时间了 发生我们再加VAC 它是有效还是无效 就是这个耐用 就已经解释了 就是理解这个问题 还是说转成VAC 所以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一年以后 或者是发展的以后 什么用适它 像这样的情况 你这个时候还是要 以全身治疗为主要 对对对 我打算还是选择全国化妖 比如说 其实也就是会的内容吧 我想如果是他前面 比如说吧 就像赵文一样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前面只用死了两次 就是病人还是算是 还要的 不是说已经到了 老爸的一个个月 还是有很长的时间 我认为可能他在 就是现在 他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是我们的病人的经验 是应该准效的 所以就是还是说 这个化妖方案的不同 最后消停进行 可能会更好 其实您有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科学生的一个专业 叫做好 就是跟我们之外 还在这方面 就是他大概挺 多少时间 过你怎么判断 对于其他人 现在就要了 我已经做了 我已经做了六个 过上十八个月以后 我会有发生的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 我们的实体流的 它这个治疗当中的 平均是有明确的标准的 而不是我们自己感觉 说这个是大了小了 比如说一个 就是像事物可能是 以眼底检查为主的 你看它被造大了 你看它被造大了 那其他的主要呢 其他的实体流 其他的实体流 是这样的 比如说两个疗程之后 它主流缩小 到了多少 比如说到了叫做 50% 它叫做明显有效 到了75% 叫非常有效 在25%以下 就叫做 叫做 叫50%到25% 叫一般的 叫有效 那25% 叫做明显 它是有明确的 依据的 然后 它的那个 就是评估的话呢 也准备不了程不做 就是按照它这个 有标准的 这个可能 就前面都可以再控好了 就 每两个要程 你不要做 这些东西 其实 我的问题是 就是 比如说你连做过 三云普商会做六个 你连六个要程 已经做完了 就有点控制的 比如说 或者是控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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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别的方式 加上去做的一些 也就好了 过了七八个月了 一年之内 或者是一年底 或者是一年底 或者是一个 这时候 我还可以回来 用微信 我也用了 回来再用微信 也有效 但是就是说 它 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去看看 它是否对微信 卖药了 还是说是 有的时候 再再 回来再用微信 微信 以前用了 这个有什么 什么思路去看 奈 奈要 实际上不好看的 不好看的 对 奈要根据临床的可证 对 我一会儿 我今天来介绍一下 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做的 可能根据 如果你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孩子 本身的检查 有什么问题 慢慢的 不好意思 我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做了更多的病例 就是全身换了这种病例 但是有很多 不同的 判断法案 最传闻的是 VCA 也是全世界共识 如果是 这样是耐药的话 我的意思是 如果 其中 以示 换法案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改变吗 还是有 就是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保持一变 其中 我知道 传续心碱 是必须要有的 这个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 我们通常情况下 可能换法案 不是根据 VCA 医生的 简单的经验来讲 一定要 接见 就是说 这个药的 组合的药带动力 是吧 它是有一个协同左右的 是吧 而且呢 有 我们之前也不经理上 我们做的 那个叫做 就是 循证的 依据不够 所以我们肯定是 要借鉴过来的 它们的一个 什么样的方案 比如说下面要说 那叫 你不是 你自己说 我来给它 加一个卡锅 OK 那不 它不太符 它要在东西 然后换一种 十种药 好 谢谢 嗯 嗯 嗯 这个病人呢 它大多数呢 都发生在中枢神秘系统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采用的这个 化来的药物呢 都是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 它叫中枢神秘性 比较好的 容易透过许老屏障的药物 这还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的 就是 这三种药 都说过了 叫做 阿肥素环链险 和常秘性 简秘来讲呢 它中枢神秘性 就比较好 那么 另外呢 就是国类的叫 国类的卡锅顺波 以及伊土波干的 联合营 也会达到很好的 中枢神秘的作用 目前呢 针对掩拜期的放疗呢 我们 有病人在放 但是我们愿意 没有放疗 可能放疗的剂量呢 是 就是在 碰到在四层部 这段一线 那么 这些病人呢 大部分都是出现 中枢神秘系统转移 可能各位呢 都想知道 就是说 这个窍内注射有没有用 在之前呢 我记得 我们2009年 刚就是 开始跟眼科做 科学科合作的时候呢 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目前呢 这个窍内注射呢 没有大样本的资料 证实说 RB的病人 扮演中枢神秘系统转移 窍内注射是有效的 另外呢 就是 如果说 这已经发生了 中枢神秘系统转移的话呢 它应该要做一个全脑的放疗 那么局部呢 如果是发生的局 局造性的病变呢 应该还是要在局部的 要加强 我看了一下就是 他们现在做了一段二期的临床呢 就是要大剂量的化疗 结合自己半西方移植 那么这个资料呢 就治疗 那个 就是 偶尽了 职临去全脉西方公共的ści hello 我看现在它已经是 就是已经开始总结了 人三期领床 那么这是一个资料显示了转移性的RD它的治疗 这个治疗治疗的病例数多不多 都是四例四例四例 其中这个下面的这个叫Blindle Paras 我看它的报告的四例呢 就是除了它的转移呢 就是有骨髓有淋巴结有骨骼 那么它的用的大剂量的这个化疗方案 还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化疗方案 其中的应该是有骨骼 然后这个呢就是这是放疗 放疗之后呢 它们结合的自体干细胞移植 就是它的预处理方案 也是包括了马马兰 就是前年张静英教授介绍的这个马马兰 实际上是很多的就是自体干细胞 有尸体有自体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方案 那么它这个四例病人当中有两个有效的 另外的这几个专业 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转移性的2B的治疗呢 肯定是包括了强的化疗放疗自体干细胞移植 这可能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应该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案吧 对于就是复发的刚才就是眼外期的还有复发难治的病人呢 目前就前面呢也有专家介绍的就是叫做托普提康 托普提康它跟VP16呢 它实际上是大的方向 它的作用机制是一样的 那么托普提康呢和黄铃鲜和长毛新检联合 可以作为难受或复发的这个视网膜主细胞瘤的化疗方案 那我们在这个病人呢 我们也就是前面经理主人也介绍了 我们也有病人用 因为它的相对来讲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有效性呢正在组结当中 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今年是已经有60年了 60年的建了这个专业60年了 我们这个专业组呢建了将近有10年了 我们是这个七个组里面 我们这个组呢是专门来做儿童实体肿瘤的化疗 我们的这个团队呢是 今年是第10年 从神经母脂肪瘤开学的 那我们这几个人呢都从去美国的Saint-Joyce Research Hospital进修过 另外精梅呢还在明月进修过 主要是我们就是专注于儿童实体肿瘤的化疗 也接近了很多的就是先进的理念吧 我们从就是建筑的开始呢 就跟多个学科包括两科呢就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诊治模式 那么大家看我们的视网目的组织保留还是在我们的诊治的这个病人数上排第二位 每年至少就是这是今年的2016年的上半年收了47例病人 还是诊治的病人数还是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从09年开始 这是 我们从09年开始当时赵津阳主任还在同理院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那个邀请就是盖利和赵津阳主任在北京和同院建立了就是 眼科和主流内科的联合诊治模式 我们采用的主要是这个加拿大和国际的神经乳细胞瘤的这个分组系统 标准化的分期分组 所以我们说是跟这个方案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我们这是今年在SLP呢 我们还跟盖利教授一块儿就是听了他的讲座 然后这是美国省住的Children Research Hospital 它是一个主流内科医生 他叫Dr.Harris 他也是专注于视网目的细胞瘤的学料 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案呢 是跟前面说的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完全建建的是加拿大多流多的这个2003的这个2B的方案 我们采用的是更大伎量的 就是卡博士26毫克每公里之中其他的是一样的 严厉期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对于视网目的母细胞瘤最初呢 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其他的模式一样 最初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跟其他的实体瘤是一样的 就是最初的标准化的诊断治疗之外呢 我们还给视网目的母细胞瘤的孩子建立绿色通道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来了以后呢 他第一时间能够看到门诊 第一时间可以住院 那我们在最初的这三年就2009年到2011年 我们把最初的这个病人呢进行了一个总结 还是还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 就是我们那我说了在2009年之前可能在北京儿童院它的视网目的治疗主要是一个 可能病人的化疗主要呢都在庞人院那在我们这儿这个就是总结了之后还是就是它的进气疗效还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成功的保护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可惜的成绩 那么关于这个化疗药物的进气疗性呢 就是说这些骨髓抑制还都是在有的 没有男孩子说化了厚 没有说血细胞的感染 只要在门诊随诊的话 还是都有的 多半都出现了一周 那么应该是到第十天 达到一个骨髓抑制的急期吧 应该是 那么大部分孩子不需要书 这么多孩子 只有十个孩子需要书 另外呢 我们也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感染 更没有一个感染相关的一个死亡 那么我们的总结显示 就是这些孩子们对于这个方案的代数性 应该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卡布是26毫克的体重 在支持治疗方面呢 就是支持治疗这些孩子们 他可能他是要有呕吐的 所以我们会常规的用止吐药 仅此而已 那在最初的时候 怕VPO的过敏 个别病人还加了抗不容易的药 但实际上后期也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要用网脱的话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直血作用 我们会给第三个送6毫克每瓶 然后10公斤的孩子也是2.5毫克的样子 另外呢 这就是利息到此因此 我们多半的情况下呢 是在第一个疗程会采用观察的几时 就第一个疗程化疗完了之后 然后下一个星期去看看这个孩子的血细胞到底是什么样子 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孩子的那个他的骨髓一直的程度 对对化疗的弥买性 那之后呢 之后呢 第二个疗程化疗后呢 就根据第一个疗程的情况 会主要请给他注射绿细胞瓶 那么这个预防咖啡的这个事儿呢 就是可能我们内科呢 比较重视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会给所有的化疗的孩子 我们会吃一张心脏瓶25毫克 每公斤体重分两次 每周吃三天 然后建议就是像孙主任那边都是有很多的病人 而且要长期化疗的病人 再加上一些拜访疗的病人还是需要吃 这是一个预防的预防卡式病毒肺炎 也就是说 有些孩子在免疫功能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经过了化疗经过了放疗 他很容易得这个病 所以这是一个常规的药 那么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辅到他所有的治疗结束了之后 两三个月 那么随访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免疫功能呢 我们是做一个IGCD系列 这个呢 一个是体现出他的那个体裂免疫 一个是体现出他的细胞免疫 那金美主任介绍了 就是我们的总结呢 一岁以下的孩子 IGA有些孩子是很低的 就是他免疫功能健全 还是需要关注的 那么预防注射呢 一般的就是在停化疗之后 大概在六月 这个是不确定 我们通常会给这些孩子 还在做IGCD系列 不知这个IGA特别低的时候 让他打瘾症 这个我是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例子呢 来说呢 就是这个病人呢 以病人要坚持的话 我们一定要要就是 就是我们的眼科和内科的话呢 一定要坚持就是要坚持系统的治疗和随保 这个病人呢 是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他最初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可以进行爆炎治疗 最初是一个B7 但是他有问题 他这个瘤症很大 而且有网处 他初始的化疗呢 确实是唯一性的方案 那么之后呢 就经过了一次 就剥切 剥切之后又化疗了一次 停了八个月之后呢 他复发了 复发了之后 这个时候呢 他存在他累积了视神经和眼泪外积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都应该是属于叫做 网易的叫眼外期的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的治疗呢 就是复发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的就是VTC方案 然后和VTC方案交替 交替之后 两个疗程之后 他做了一个眼摘 眼摘之后呢 我们又给他了六个疗程的化疗 他最后总的就是复发后的 那个化疗的疗程是八个疗程 目前这个孩子的随访呢 他是一个北京的孩子 随访了三十年元 那么我们主要随访的是他是 就是眼矿的MR和免疫功能 那目前呢 这个孩子是一平生存 另外也没有发现 他的生长啊 以及认知的障碍 他已经注射了疫苗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在我们肿瘤的内科的工作过程当中 这人近几年 练习出来的就是叫肿瘤的精准治疗 那么主要是说药仪成学的研究呢 就是对于肿瘤治疗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关注的这个卡博 卡博呢 他的目前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叫Farmacom Genetics 他这个网站上发布的 那么他的主要的代谢酶是这个酶 那么他的存在于 他的基因的改变的这三种酶型 如果是这个病人 如果是一个AA型的话 他对卡博的这个应答是最不好的 也就是我们治疗效果 可能卡博的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是要GG型的话 他可能画的很明显 而且他对对卡博的应该是效果很好 除了卡博 除了就是这个代谢以外呢 这些呢 就是叫这个叫多药 耐耗的什么 贝典 还有这个THFR 这个呢 都参与了叫卡博的代谢酶 总的来说 假如说吧 做了这个这个药引传学的这个检测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高引 他这个分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这个孩子呢 就是卡博有效 所以孙主任 如果是像这个病人 他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他卡博会持续有效 就关注一下他政府的病人就行 那么我们呢 在北京儿童院呢 也已经开始了 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他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GA型 就是这个病人 就这个病人呢 他报的是一个AA型 就是AA型就是一个病打不好 那可能这个孩子化疗后 他的就是他的药物 有可能对卡博的这个药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关注到 就是单一的这个A点 我们就可以关注到 了解到这个病人 他学校为什么有变化 可能也不会出现 那么多的一个叫做毒性反应 就是二种形式 那如果发现这个A型能换药吗 我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 因为这是三个药嘛 三个药我们不会从马上换药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 的确让我们这个疮痕 一定有 比如说这个孩子滑到后 所以一直一卡 我们发现 他这个 他这个我们现在常规做 但是不是师父母的孩子 我说的 我们现在做的 你们这时候叫做 师父母的孩子 因为师父母的孩子 我们还有一些检查资料 还需要给你照顾 要商量 就是说需要关注 你看这个孩子 他只有七个月 他也用的是 叫做卡博 他是一个神经病气道 他也用的是卡博 前面一个孩子呢 也是 前面一个孩子呢 是八个月 我选了这两个孩子 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做 这方面的 就是 接近一个临床 这种东西 让我们对这些孩子 能达到很精准的 这个疗疗之后 那么 这个师父的 多学科呢 可能我们大家呢 就除了眼科 肿瘤内科 放疗科 还有整形科以外呢 我们还针对一些眼带期 还有中国人 还需要 就是叫做 关注他的那个叫做 我们还需要进行 这个舒缓治疗 那么从这个 从上了就是肿瘤的孩子 我们这些呢 可能都在红色的内圈 然后外圈呢 就是一些辅助治疗 包括了这个疼痛的 缓解疼痛的治疗的 一些舒缓治疗 那么在我们 比坚儿童乐学 主动中心 我们有一个舒缓治疗团队 这是我们团队的 大家也可以搜索 这个网站 这是周湘主任 他的专门是 他的医治专业组的 目前呢 主要关注这个 舒缓治疗 舒缓治疗呢 就是包括了病人的一些 就是周末期病人的一些 一些治疗 以及主要是解决 固件的疼痛 那目前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 有三例的中央期的病人 因为有些病人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 去到他那的时候 眼睛都会掉出来了 那也没有办法去治疗 那么呢 就跟周湘主任联系 然后呢 这些病人主要是疼痛的 有主要关注的一些 那么就给他 采取一些降磨压的措施 另外呢 是有点不够的 主任有一个问题 这是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 除了我们内科医生 还有 主任内科 还有这个团队 来解决这些 移植部门 对 它是移植分析 分下来的一个团队 在我们 对 我们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呢 有叫做 舒缓止痛的 疼痛能诊 来解决 这一区的孩子 您能忘记 跟他 总结一下 我讲的问题呢 就是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还有社会的共识呢 就是眼内科医生啊 还是还是很好的 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这个化疗呢 调远率会很明显的增加 那么前面各位专家也都也都介绍了 那么我们重点呢 需要关注眼内气质病人 如何要关注他药物的近期和远期旅行 那么我们怎样的把这个擦的 就是在达到最好治疗效果的同时呢 能够减少他的旅行反应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对于晚期的这个单眼的RDT 一般都是大孩子 那么在我们这个就是三年的这个组结过程当中 有几例孩子呢 最后呢 就是拒绝眼摘的 或者影像学有危险因素也没有化疗的 所以像这一群病人呢 我们还是说 我们能够这些相对性病人呢 先化疗 然后呢 后做眼摘 眼摘之后呢 根据有没有够一个危险因素呢 再接受化疗 相对来讲 对于丹严的晚期的RD呢 就是治疗 还是需要关注 另外呢 就是眼外期的这个 还是需要多个学科的密切配合 那么到底是 就是眼外期的 尤其是单纯的像视神经兽类的病人 那么他们的治疗呢 国外的报告呢 他50%以上的长期的生存 所以像我们呢 这个动作的 像内科和眼科 密切的配合 把局部和全身治疗 如何给他衔检好 可能是达到一个就是 长期生存的关键吧 另外呢 我们主流内科的医生呢 除了化疗以外 我们主要的病人呢 是要关注这个病人的系统的管理 各个环节的之间的衔检 以及长期随访 需要关注这些病人的生存指标 好 然后我就介绍到这儿 赵博 好 看看 嗯 我们现在要看 我们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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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生存的症状 那些患者 享受才发业的症状 从来没有 我们 但是我们在我们上 有淋巴流的病人 有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病人 有 可是这些孩子呢 它正好年龄又很大 嗯 就是淋巴流的病人 大部分就 清零期的 然后 白血脂肪病人 很少在一岁以下的 孩子得急性淋巴细胞的病人 所以我们整个的主流中心有一种 但是我们也没有 嗯 您这个化疗中心 有 有 有 白血病 如果 这么多年 我还没见过 我们的化疗中的病人 呃 化疗后 您说是室母 还是整个在哪儿 其他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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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就我们曾经听那个 教徒 Karls 他介绍过 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第二肿瘤的 就是RD的第二肿瘤的 关系的话 可能和药股关系不是太大 反而跟他的营育传对 关系比较大 就是说如果是双眼的RD 可能他的 他随访时间比较长 他们的美国的随访机制比较好 他随访的可能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还是 就是说有一种倾向的 是可能 对 有可能 但是真正的 的确我们就是 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他是 经过治疗之后的几天 也许我们随访的时间太短了 是吗 是吗 对 请问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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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这样去判断 你可不是 有这些 医疗 医疗 其实 16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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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後 你給它 2天 1天後 Malcolm Smith NCI WASHINGTON 他在 最初 問題 我认为一个很久以前的影响 我认为一个事实的影响 在糖尿病之下 只有两个月之间 如果是一整个月之间 那些影响不一样的影响 可能有新的资料 不知道 我认为有新的资料 有新的资料 我认为有新的资料 I think it makes sense because it's a topoisomerase inhibitor and the DNA, if you give it two days in a row, you hit it twice, and that causes permanent mutations. If you give it all in one day, it kills the cells, but they haven't typed it. They can repair enough to not generate a new mutation for the DNA, I think. And Dr. Tyro, are you hard to see the patient with a stigmatism after chemo? No. No. I have a problem. I said to that I'm right now seeing an issue. I have developed ALN, not AMN. AMN is more common with, as a secondary, in chemo cancer. But I have a child that developed ALN. He's in remission now. And we've already published a case in . But that case could be completely random to cancers. . There are only four cases in order that it's just so fast. . Behi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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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遺传性的人,您在自己患療这段有很多经验,您有观察,患療是对遺传性的人,还是非遺传性的人? 这个可能目前我们没有针对这两群病人关注,但实际上双眼病人显然是年龄很小了,双眼病人的领导性全都更笨大。 我们目前没有关注到,实际上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们会密切地关注人,它这个RD它到底是多少个孩子,我们的病人,多少个发生生生年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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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把同年龄组的单元换自己的材料。 可以是化道路上感情,可以的? 因为精减的咱们刚开始过才三百千,而大众都是有依靠的,所以,是的,对。 但是我们其他的肿瘤改天,我们下来我们再有三秒,其他的肿瘤我们也有关注。 那麥教授,你們現在也不做人性的RP,怕經常化學家自己幹過一次的經驗嗎? 這個,我剛才沒有說,這個是我的事,就是有做,但是有準備做的時候,這個女人突然全身有個患者,她跟其他的實體準備,我是可以做的,就是沒有辦法來做女主旅的方式,是可以做的,但是這個一定要做,她總共復活在講的這一句。 我中心有一家有藝術科的 但是在那部就告訴我們一個真實數據,大家還說,在同人院有七個個個案是,沒有一個藝術科的 回覆者,因為藝術科的病毒,是沒有,不是只有那些。 但是在这边,没有一定成功,它包括转移了额额和眼内器的,因为这几个病人我是随法的,他们二十多自己报道说都是成功,但实现真实情况,没有,就是益器的,他也做着。 这个,不是说这个方法,这方法是可以的,它国家是用的,但是就是说你怎么去试用,怎么去严格的按照的规定绝, 你不能说,我听说我这有一个代替帮移植,我哪边说,我就照着弄,那可不行,没有这一种可以,就是,我们进行再选,因为我看了有好多方案,国家的方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看了一些,这个方案是有效的,这是有可能的。 您可能 wondering,您可以问您可以问您可以问我一条最终性疗一条条件吗? 您可以问 Snake Can I ask my stem cell question first? 我认为这孩子在振动之后 这孩子在振动上 对我认为这孩子在振动之后 在振动之后 对我认为这孩子们有计划 对我认为这孩子 这孩子现在有80岁的瘤骨瘤 他对他的生命 他对他来说 就是有趣的 他在讲一个实体名义 我刚回去之后,他们已经做完了十几次全身化疗 又做了自立干净过移植 但是还是复发,因为一只眼瞻就剩一只 而且在黄曼区,眼内期干净过移植 他就因为戴在黄曼区,我也打不着金光 他又做了十几次化疗,又加了干净过移植都做了 他没有比的话,我带他们去做了视频化疗 就定样化了,这场现在十几次化疗 对不起,他长得很长? 没有,他不长得很长 他不长得很长 没有,他不长得很长 我说的戴在黄曼区对着眼内期的没有用 就不是一粒,七粒里面还有三四粒 就是做的战略 这个是咱们的内装 对,我内装的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咱们说实话 他还在同仁儿科水平 是要想曲线结构的战略 我当着我们院的面子,我们院还是一帮垃圾 我当着面子,我当着客人的面子 我当着院里面子 为什么?乱用一切 张学,张学是咱们中华医院会遗传病 遗传病分类的,处不认为 他做总得过医院做配战法 后来他听了我们一次讨论之后 跟他儿科讨论,他两次聊天 他就提着你,说你们儿科出身不能一开脑袋一个方案 再拍一下,另一个方案出来了 就是当面子,张学这么说 他很不客气 确实,我们儿科讨论,拍一下那个方案 再拍一下另一个方案 位置的方案 没有,no read,no read,no read 所以我觉得他的结果是,因为他做的不违法 所以为什么要求他们到底,马里马转 你想做什么,你去马里马转学 什么叫规范 这是规范 我们不能看那个方案,拿本书 发了把一个paper 那我一定会说什么 指标说static 就是这个 叫做bost 就是咱们那个外放摇 是的 是 就是说,他正在视频的可能性 我理解的 比较立体的方法 放摇的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局部的区域的话 他会叫跳墙 对 对 对 一样 他就是,眼球是这样的 如果你整个这面照都会辐射 它是一根bim,好多bim 对 在每个bim经过区域,它量非常低 但是bim交叉的底很高 对 它会加 对 那就是咱们普通的用上了这个机器 让我们说普通的一个 对 原来就是一个手电筒 一照一笔,手电是整个面 全部收到照射 现在就是激光一个lader,一个笔,一个笔 他照的时候,最后集中的这个 几百个集中的眼里 他就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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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影响